大家好 歡迎收看3月22日黃昏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現在我們都是吹著偏北風 受東北國有風的影響 在衛星雲圖看到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元朗地區都是有些雲塵覆蓋著 上游也看到比較多雲飄過來 今天也是一個比較多雲的天氣 預計明天也會比較多雲 我們在維港看出去 由今早到下午來說 都是蓋密雲 今天不算看到多陽光 下午大部分地區的高溫 主要是上升至19至20度 我們從天氣的預測圖也看到 其實在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吹著偏北風 會慢慢漸轉吹一些偏東風 轉吹偏東風的時候 風會比較大些 仔細看看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早晚多雲 而明天部分時間會是天色明朗 也稍後有機會有一兩陣的雨 氣溫會是介乎17至21度 吹和喚的偏北風 會漸轉吹和喚至清淨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還會有機會 偶爾吹強風 我們再看看天氣展望 其實預計明天稍後 以至星期三 初時都有機會受高空擾動影響 都會有機會有一兩陣的雨 所以我們都指望星期三 初時會有一兩陣的雨 去到本周後期見到 多一些陽光 因為開始海洋性的氣流 會逐漸影響著我們廣東元朗地區 所以到時部分時間有陽光 以及見到氣溫會慢慢回升 去到周末期間 更加預計天氣會變得潮濕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裏 再見